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預警的溫度呢 目前我剛剛在錄影前呢 稍微看了一下手機的氣象 29度啦 有夠熱 聽說明天 久了在那邊 聽說明天開始好像就變冷 我們非常非常的期待 聽說今年的冬天會很冷 這也是一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我們預警這個地方 我們幾乎基本上是一年四季 都是夏天 所以呢很久很久沒有感受到那種 穿著外套啊 然後呼吸著那種冰涼的空氣的那種快感 其實冬天喔 對他們來講是最爽的 因為呢外面的氣溫 是他們很適合的溫度 然後他們都會每天都會睡在店外面 也不用說客人來呢 說可不可以跟狗狗拍照 然後還要把他們請 三催四請 請他們出來 冬天就不用 冬天你們來店裡呢 他們都很自然的躺在外面 在那邊 享受外面冰涼的溫度 這是最適合他們的氣候啦 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 所以也變成說 下禮拜開始啊 如果變冷了喔 大家如果說你們是通勤的朋友 早晚穿一件衣服 這個天氣喔 現在又加上那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感冒有點尷尬 所以呢 盡量還是不要感冒 幫自己的身體保重一下 很久沒有來這個地方了 這個是我的母校玉井國中 以前我們都會在那個草地上 讓他們玩耍 太久沒有來了 今天呢 依然是想說 給大家來一個假日的 舒服的草地的感覺 算是一個 一起我們趁著好天氣呢 來享受週末的陽光 阿九還在遠方那個 旁邊那邊 我們就先不鳥他 因為老人家呢 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就讓他慢慢走 那這一個影片錄完喔 現在我錄的時間大概是下午三點左右 那等一下錄完呢 我就要準備再開車 帶我老婆去市區看個醫生 他昨天好像有點感冒 所以等一下要帶他去看醫生 所以 不會待太晚 這個直播不會太久 這個影片不會太久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看我們影片 散佈直播的影片呢 現在也八百多集了 啊你說真的 現在到後期呢 因為訊號的關係 再加上臉書的直播 他沒有辦法再存影片的功能 這個功能已經不見了 起碼我的iPhone手機是沒有的 所以變成呢 所以現在都改用是直接用錄影 好處就是畫質比較好 也不會斷訊 但是呢我們在講的過程呢 還有我們在YouTube上的影片打上去 依然還是打散佈直播 這個是一個習慣啊 真的你看八百多集耶 你想一下幾年了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 有開始列入數字計算的是八百多集 但是之前呢 可能最少還有一百多集 是沒有列入的 但是呢我們就是 以列入數字來算 這樣算起來呢 我們直播也快 默默的快要四年了 三四年有了吧 差不多吧 一年如果三百六十五天 我們扣掉 因為不是每天都直播 我們算三百集好了 也快三年了 再加上之前的呢 可能三年多 差不多 這個時間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一眨眼 這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家附近呢 就是我常常帶他們去的 那一間廟 叫做沙田的新天王殿 然後 大大 大大還沒有到草地 就這邊先滾起來了 走走去吧 我們來享受 然後呢 剛剛還沒講完 多多我丟過去了 就是呢 那個新天王殿呢 今天 開始又有那個 走什麼七星橋啊 什麼有沒有 去年 如果你們有追我IG的朋友呢 我去年 跟我媽 我有在上面做直播 我們還去那邊吃那個 他現場有一些肉 很好吃 非常好吃 結果我媽說 那個廟又開始了 然後 多多那邊 然後我就說真的假的 這不是昨天的事情嗎 你可以去想像一件事喔 就是 丟了丟了 就是呢 我們明明昨天才剛做這件事情 怎麼一眨眼又過一年了 時間真的很快 我還記得呢 昨天我還是個王帥 怎麼一眨眼 我現在已經變成大叔了 睡覺真的是不饒人耶 一眨眼呢 我小孩都快兩歲了 這個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所以呢 大家真的好好珍惜 你看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大大 小時候那麼可愛 多多要可愛 要這樣啦 要這樣啦 一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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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你有沒有想死 來給我 大大你有沒有做 唉唷 你這樣被你噴水 噴到我幾顆 去 青春熱血 你看一眨眼呢 他們也都那麼大隻 都超過快二十公斤了 呵呵呵 以前哪一個媽媽而已 你看 不知不覺啦 齁 時間真的是很快啦 小孩再大很快 老人再老也很快啦 齁 這個時候 覺得大家還是要好好的珍惜 眼前 現有的一切 呵呵呵 好好珍惜啦 很多呢 很多的寶藏都來自於 平常的 就是你以為的西松平常 反而大家都在追求很多的 呃 比較 比較稀有 比較珍貴的物質 比如說跑車 專介 然後名車 什麼 豪宅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 我們人生喔 最最美麗的就是 你經過的所有的風景 還有你身邊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人事物之類的 這些才是我們需要去 好好的增長 增長跟感受的 你說你窮擊一生 你追逐的是什麼 我想要買一台藍寶接你 然後呢 生活也過得不好 你只是為了存錢 去滿足那一個夢想 這我覺得有點不切實際 你看 你看這樣多好 我們這麼平常的躺在這裡 然後呢 舅舅就在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生活中最美的畫面之一 那就是呢 他們 每天都在你身邊 包括我的家人 每天都在身邊 每天呢 很稀鬆平常的問候 偶爾吵個架 偶爾呢 鬥個嘴 那這些呢 對我來講 這是人生最無價的東西 而不是什麼 一定要買到很好的房子 開到很好的車子 穿很名牌的衣服 名貴的衣服 拿很貴的包 這些東西呢 太物質了 那個很膚淺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買不起 所以我們只能講這種話 哈哈哈哈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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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鳥的 你不能來草地滾滾嗎 你不是很喜歡這個草地 算了 我看到他眼神就知道 他不想 他不想多走這一段路 來 來 多啦 去 去 只要這樣啦 就是呢 我還蠻喜歡這種 很日常 就是非常非常日常 而不喜歡 像他們之前呢 前幾年呢 他們有爆紅過 然後其實 來的流量蠻多的 那也變成說 其實有好有壞 就是呢 好處呢 就是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壞處呢 就是太多人了 是他們 就會變得他們很累 那我們後期這幾年 其實我們沒有很認真的 想要把他們經營成 真的是狗的網紅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反而盡量讓他們 回歸到最原始 他們應該要過的生活 那也很幸運呢 就是他們起碼有 有紅過一陣子 這樣就夠了 對我們來講呢 已經很知足了 所以後期喔 我們現在也沒有再 再給他們多一點的 一些曝光 更多一點的操作 我們就是很簡單 任何的邀約 活動邀約 廣告邀約 全部都推掉 就是呢 我們讓他們回歸到最原始 就是他們想過的這種生活 非常簡單 然後呢 每天我們就會 有空就會錄這種影片 就是散步啦 那影片呢 沒什麼流量的影片 但是呢 很快樂 我個人覺得很快樂 啊他們也很快樂 啊 我常常在講嘛 就是我錄這些東西 其實最主要也是為了紀錄他們 就是呢 有一天呢 他們也會不在 他們也會離開我們的身邊 所以變成說 在這一些影片呢 每天樸實無華的紀錄下 這些都是寶貴的東西 對我來講呢 這是無價的資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啦 車球也洗乾淨了 這一邊呢 他們今天也都有運動到 很好 哈哈 好啦 最後呢 感受一下我們現在 免費的陽光 然後我們準備 換一個心情 準備來迎接下禮拜的冷空氣了 非常非常的期待 好啦 那最後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啦 祝大家週末以外 明天上班加油 再給拜拜